大家好我是曼仕德 今天我們來繼續昆蟲決鬥 上一期我們開箱了大河兜蟲跟高砂深山敲行蟲 還有場地主 今天我們來看另外兩盒就是 KB03 南洋大兜蟲 還有KB04 場景陸續敲行蟲 這兩盒的感覺就像是之前的強化型 不管是雞腳或是大二的部分 看起來都更長更大 整體看起來也更威武 等等就來比看看這兩台跟上市的兩台 到底哪個更厲害 上一集有很多玩家留言說 之前的戰鬥車打起來更刺激 這個跑太慢了 還是要說一下 這個玩具是適合六歲以上的小朋友 而且還是要站在相對的年齡 去發表言論會比較公平一點喔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來開箱 GO 第一盒先開箱南洋大兜蟲 我們先看它的小檔案 南洋大兜蟲 以希臘神話中的池天巨人 阿特拉斯命名 是亞洲最大的甲蟲之一 主要棲息於東南亞與菲律賓 長著三個長而鋒利的雞腳 會用雞腳抱緊對手的身體 然後用力的將其拋開 合繪這邊就可以看到有三個大大的腳 床上的兩個就是可以卡住對手 然後再把對方頂飛出去 難怪這一隻也會被配在攻擊型 我們來看看做成了戰鬥車的感覺 這個車子的大小看起來 應該是跟大盒多重差不多的 不過這個頭上的腳的部分 真的好大 我們先來把它組裝起來 這一包是它的輪子跟貼紙 然後輪子是配一對L兩對S 好這樣就裝好啦 我們跟大盒多重來對比一下 可以看到它的身體應該是同一個的 只是雞腳的部分 還有背後零件的部分都不一樣 在上一次的測試看到兩個如果扭打在一起 垂直型一樣是很能撐的 而且左右的安全幅度也會比較大 但是沒有扭打直接被推起來的話 它就很容易直接翻倒 還有一點有趣的是 它的背後零件配色 你只要把這兩邊換過來 就會變成整隻同一個顏色 這個小巧思不得不說也是蠻聰明的 然後輪胎的話 它是把大輪子放在中間 不曉得有什麼特別的功能 等等看看對戰會不會有什麼不一樣的表現 然後它的前面的腳的部分 也是一樣有彈性可以頂飛對手 這一台本身它也有御塗裝 如果你覺得這樣還不夠帥氣的話 也能夠把它的貼紙給貼上去 看起來會更加的科技感一些 好那我們緊接著看下一盒 再來下一盒是 場景陸具敲行蟲 名字來源就是它前面這個長長的大鱷 我們一樣來看一下它的小檔案 場景陸具敲行蟲是所有敲行蟲之中 體長最長最大的敲行蟲之一 稀息在東南亞的熱帶雨林中 與外觀不同的是 對於蟲友來說是最好飼養又不貴的敲行蟲喔 連續兩台都是最大的假蟲之一 聽起來也就特別厲害了 而且這一台也是攻擊型的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裡面的實體 這一對大鱷看起來真的是很有特色 不過大小好像跟這個深山差不多 然後輪子的部分呢 配的是兩對L一對S 後面這邊是它的貼紙 我們一樣先直接把它裝起來 好這台裝好就長這個樣子 一樣拿起來兩支比一比 大小也是一樣的 只是前面的大鱷部分 真的風格差很多 一邊是比較往下扁平的 另外一邊是稍微有點弧度往上翹 然後背後零件的話 一樣是一個垂直 一個平行 兩邊互換的話 也可以變成整體一個顏色 然後比較有趣的就是它的輪胎配置 可以看到場景陸具這邊 是前面兩顆L的輪胎 跟之前深山的版本 就是它是比較偏矮一點用纏的 這一台看起來就是要直接跟人家正面火拼 現在就很好奇它的攻擊力到底如何了 好那我們在對決之前呢 我們先來補充一下之前場地主的問題 在戰鬥甲蟲上市之後也有人去買回來了 不過他們問我說 為什麼他們在玩的時候那個推力 沒有像拍影片的感覺這麼大 其實這個推力大小的秘密 就是在這個場上的紋路 你可以看到這個場上它的紋路有長有短 剛好跟甲蟲的輪胎呼應 輪胎的高低差可以咬著場上的紋路前進 所以它的推擠力道就會大很多 再來 圓形競技場上面的紋路也是圓的 所以在對戰的時候 輪子會有更多的隨機性 打起來就會有更多的可能 橋形競技場的紋路跟出發場地一樣 一路都是平行的排列 所以就是可以直接拚誰的推力 或是武裝更加的強力 那你如果沒有場地的話 可能就是挑一個平面比較有摩擦力的 可以讓推擠的力道比較大一點 但缺點也就是會比較消耗輪子的紋路 所以可以的話 還是購入一個場地組玩起來 比較能夠感受到原設計的樂趣喔 好那我們都看完之後 準備來幫他們做對決啦 好我們首先第一場來看看獨角先的對決 由我們的南洋大兜蟲對決大河兜蟲 到底是南洋的兜四強還是大河五四強喔 我們馬上就來看看 勝利充能 5 4 3 2 1 GO 喔兩邊 哇 還來不及講解就已經打完了第一場 還來不及講解就已經打完了第一場 剛剛就可以看到這個背後靈變垂直的啊 如果沒有糾纏在一起的話呢 就很容易往旁邊翻倒 我們來看看他第二回合的表現 勝利充能 5 4 3 2 1 GO 喔 趴起來趴起來 哇 這兩邊真的都是直接硬碰硬耶 哇這兩邊真的都是直接硬碰硬耶 小輪子在後面啊這個爬起來的速度也快喔 就是快這麼一點點的時間就可以先把對方給翻倒了 勝利充能 5 4 3 2 1 GO 喔爬起來 哇這一場就可以看到這個兩個大輪胎跟他後面這個平行零件 一個大功 下盤真的是比這個南洋大鬥蟲還要穩定很多 我們這一場的對決是由大河鬥蟲拿下勝利 我們這一局呢由場景陸具來對決高砂升山 可以看到兩個對決的時候他的高低差是非常明顯的 以目前這樣子來看的話呢 我感覺場景陸具這邊比較危險一點喔 看看等等的表現能不能夠跌破大家的眼鏡 來第一局 勝利充能 5 4 4 3 2 1 GO GO 哇 剛剛看到這個場景陸具把升山給殘起來 我以為聖券在握了 沒想到最好是靠後面穩定的支撐贏下來這一局喔 第二局 勝利充能 5 4 3 2 1 GO 喔兩邊卡住 怎麼會很好 這局呢也很像是教科書的對決 牠們兩邊卡住然後爬起來之後 錘子零件就顯現出了左右的活動性 這樣比數又來到了1比1 哇是不是每一場都要這麼的拉鋸啊 各勝局 勝利充能 3D 1 GO 喔 藏起來 藏起來 欸 躲過了躲過了 哇 這個深山慘飛失敗 前面這兩個大輪子 穩穩的把它給咬住然後給扭過去了 這一場的對決獲勝者是 場景目劇 超群蟲 最後一場我們來看這兩隻號稱最大的甲蟲對決 我們把背後零件都改造了一下 果然都是同一個色系啊 看起來也是特別好看喔 好 第一回合 勝利充能 5 4 3 2 1 GO 這個獨角現在對上的敲行蟲 好像有點被剋欸 它上面這個角啊 反而很容易被勾到 然後直接偏離了軌道 第一局 敲行蟲獲勝 第二局 勝利充能 5 4 3 2 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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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住 不輸不輸 哇 他背後這邊居然整個撐住了 這一回合平手 旁邊這一幕看起來就好像是要把他的頭給剪斷一樣 看起來真的非常兇殘啊 決勝回合 勝利通能 5 4 3 2 1 GO 2 好 那麼最後是場景陸具超青蟲拿下了這一回合的勝利 其實我覺得他們的勝率大概都是五五波 整個打起來真的是還蠻吃運氣的 我們接下來來幫他做個總結 這次兩台玩起來感覺比前兩台打起來更加的主動 但是風險也更高一些 比較讓我驚訝的是這個場景陸具超青蟲 這個打起來比高砂深山兇很多 個人很喜歡啦 然後南洋大兜蟲這邊 感覺要用三個角抓人起來摔應該是有困難的 不過調整一下輪胎應該也是能有不輸大河兜蟲的推力 感覺剛剛打起來會輸都是輪胎惹的貨 大家可以多更改配置去玩看看 然後這個背後零件我覺得也跟輪胎有很大的關係 真的是越玩越覺得要思考跟測試的東西比想像中的多啊 相信再多出一些外掛武裝會更加的有趣 最後補充關於滑石的部分 上一集因為不熟悉 所以都會有那個滑石的聲音 這個因為是做給小孩玩的 所以力氣要稍微控制一下 在滑地下的時候不要太大力 再去調整力氣慢慢變大 就可以不滑石的完成五次充能喔 方法就分享給大家啦 那麼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的開箱測試 喜歡的話請幫我點讚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